这个是我做所有菜里面最难翻车的一刀了 男朋友们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姜片撒上淀粉抓鱼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从他看你的眼神和他给你做的饭菜里都可以感受得到 加入洋葱清水 某个食材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咖喱酱 做咖喱饭一定要多一点酱食 要不真的不够吃 来半杯牛奶让咖喱的气味变得更柔和 略带辛辣的咖喱一碗下去全身都暖炎炎的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今天来吃一口非常好吃的拉面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豆腐块小菜 记得虾泥不要做得太碎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黑胡椒 盐 淀粉 蚝油 简单调味 倒进模具里把表面抹平 蒸40分钟 重点来了 汤达人的两种口味拉面 一个是金汤牛肉 一个是番茄猪软骨 这个拉面的料包是真的多 足足有7包 非油炸的鲜面 低油脂 劲道爽滑 汤达人的汤头就不用我说了吧 和拉面店的汤头有的一瓶 用的是新鲜豚骨 熬了8个小时 番茄的场地是新疆 切红素和维生素都比其他地区的要高 豆腐快蒸好了 裹上淀粉就可以下锅煎了 煎到焦黄后翻面 口感细腻 还带着酥脆的豆腐块 搭配着汤头浓郁的番茄酥软骨 还有鲜辣酸爽的金汤牛骨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只要一看它好吃的 就想第一时间做给它试试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熟骨鸡翅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不管看它好吃的还是好玩的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它 下炉鸡翅煎至两面焦黄 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这个酱料是照烧汁的味道 最后撒撒点芝麻 葱花 一口一个都不用吐骨头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样做的凉拌牛肉下酒又下饭 给头牛都补换 新鲜的牛肉切成薄片子 放盐 生抽 淀粉 食用油抓银腌制两分钟 水开下牛肉 烫30秒捞出放入碗中 加多点蒜末 青红椒 生抽 陈醋 白糖 香菜 再来点油泼辣子 抓拌均匀即可 学会这个凉拌牛肉 老公再也不出去吃了 最近时不时就会听到她轻嗓子的声音 我估计她要开始嗓子不舒服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样学的金菊糕 切好的金菊加入冰糖 静置两个小时以上 倒入金菊 开小火 不用加水慢慢熬 过一会就会出汁 等到水分变少 就要不常搅动一面糊地 搅拌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装进罐子里 贴上标签 放进冰箱冷藏 要喝的时候 舀上两勺 用用水冲开 不仅喉咙舒服多了 心里也暖暖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会的牛油小零食系列 我可是真正挖了5斤的白糖果 用纱布包裹住过滤出果汁 我这里大概是550毫升 加入白糖还有水仪 没有水仪的也可以用麦芽糖哦 在加热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拌 沸腾冒小气泡的时候加入黄油 等到黄油完全融化 关小火 边搅拌边加入水淀粉 冒大气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控制软硬度 喜欢硬一点的就熬久一点 看看这弹浆布布多至于很丝滑 在表面撒上一点筋果 稍微按一按下放进冰箱冷藏 等它变硬了就可以开始脱模了 吃起来一点都不甜 浓郁的百香果香 口感有点像牛渣糖的那种 特别的有嚼劲 装进糖果汁里打包起来 这样的女友小零食你们喜欢吗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 早上去买菜的时候 发现今天的虾特别新鲜 也已经是好几天美丽塔做大虾吃了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茄汁虾滑堡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让它变得更加嫩滑 把一个番茄剁成泥 等到番茄变得粘稠 加清水 像我这样用虎口兜出一个圆 用勺子咬一下 放进锅里 再来点酱油和盐调味一下 打点葱花 鲜嫩爽滑的茄汁虾滑 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告诉你啊 家里只要有两个鸡蛋 一碗清水就能轻轻松松的做出一碗好喝的酸辣汤 首先水烧开 倒入两个鸡蛋液 记住啊一定要关火 要不然鸡蛋就没有那么滑嫩了 然后倒入一包这种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的油盐酱醋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香菜 酸辣汤这样做简单方便 酸辣开胃 越喝越想喝 太好吃了 一楼 我再来一盘 太好吃了 哎呦 我这个口水啊 哇 对象青手足的巧克力又有哪个女生能拒绝呢 这是上次做好的可可豆 把它放进保鲜袋里 用擀面杖先压碎一点 接着再放进盐锅里继续研磨 直到慢慢的颜色开始变深 这是可可豆里面的油脂出来的表现 放进破壁机里继续研磨 可可豆变得高壮的时候就可以加入可可油 让可可豆充分的乳化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 调温 调温很简单 不要看到头就疼 先隔水加热到50度 放入冷水中降温到26度 再放到热水里升温到30度就可以了 让你们看看这巧克力有多丝滑 将巧克力刮平放进冰箱冷藏 纯黑巧就做好啦 把巧克力掰碎 或者切碎都特别的有成就感 平时可以做个冰箱熔盐 奶油加热到边缘到小气泡 加入黑巧搅拌均匀 倒进模具里 或者简单做个冰棒脆皮 都非常的方便 特别的香浓丝滑 而且吃起来口感和口味都很高级 自己做的也更放心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大虾肥牛吃多了 来点清淡的 等水沸腾了再加入食材 调味里最关键的就是最少黑胡椒 淋入蛋液 剁好的鸡胸肉简单调味 用菜叶来包鸡胸肉 就算吃到撑也不会胖 水开蒸15分钟 不爱吃香菜的可以不用加 搭配着灵魂炸料味道真的非常好 最关键的随便这么吃都不会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想今天的低卡仓 你家那位一定不会拒绝 剥下来的玉米粒 加入牛奶打成玉米浆 剥一下筛 让口感变得更细腻 口箍去地 头朝下开始煎 煎出鲜掉眉毛的蘑菇水 倒入之前打好的玉米浆 再来点胡萝卜 玉米粒 还有最喜欢的大虾 熬煮至浓稠 趁着这个时候来一杯喝的 最近换季 嗓子不太舒服的 都可以试试这个 琵琶高打底 倒入满杯冰块 倒入气泡水 搅拌均匀 玉米浓炭也好啦 撒入黑胡椒调味 再来点欧芹 极度的香浓丝滑 黑胡椒微微辛辣的调味 恰到好处 醇厚却又不腻 还带着口酷的清甜和鲜香 迪卡又饱腹 完全不输加了奶油的蘑菇糖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想今天的滴卡汤 你家内会一定不会拒绝 剥下来的玉米粒 加入牛奶 打成玉米浆 剥一下筛 让口感变得更细腻 口菇去地 头朝下开始煎 煎出鲜掉眉毛的蒙古水 倒入之前打好的玉米浆 再来点胡萝卜 玉米粒 还有最喜欢的大虾 熬煮至浓稠 趁着这个时候来一杯喝的 最近换季 嗓子不太舒服的 都可以试试这个 琵琶高打底 倒入满杯冰块 倒入气泡水 搅拌均匀 玉米浓炭也好啦 撒入黑胡椒调味 再来点欧芹 极度的香浓丝滑 黑胡椒微微辛辣的调味 恰到好处 醇厚却又不腻 还带着口酷的清甜和鲜香 迪卡又饱腹 完全不舒服 加了奶油的蘑菇糖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一个红薯 胖好的绿豆 半碗白细米 加滚烫的开水 盖盖煮30分钟再焖20分钟 最后加冰糖 绿豆细米肉就做好了 整个夏天都清清凉凉 冷藏后更好喝 今天这道菜 可是一个粉丝点的哦 猪肉选那种肥瘦香鲜的 加入屏幕上调料 搅拌成肉泥 装进裱花袋里 把面筋填满肉馅 大料先下锅炒香 再加入生抽老抽清水 需要焖一火吸煮汤汁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葡萄泥沙拉 蔬菜粒 黑胡椒 海盐 刮成山的形状 焖好的圆面筋 撒上芝麻葱花 这一口下去软糯又劲道 洗满酱汁的外皮 会保持汁水的那种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能打败麻辣炭的就只有麻辣瓣 那能打败麻辣瓣的呢 麻辣瓣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什么加什么 唯一的关键就是这个调料 芝麻酱一定要多加一点 洗油切成像我们这样的厚片 加点红茶和果糖一起煮开 满杯冰块打底 足散的果肉可是灵魂哦 要不要再来一点 放入冰块 锅盆上裹满了浓郁厚重的酱汁 一口接着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再来一杯喝得到火肉的优者红茶 我果真的是一口都不想放过 你要不要来一点 要不要再来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